在今天白天 風向吹著偏著南風 溫度的形態來說滿舒適的 北部24 南部26度 但是在台灣自己本島的 這個污染物擴散不了 所以今天空氣品質偏差 明天空氣品質會變好了 因為風向要轉東北風了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 在未來的幾天來說 溫度會像那溜滑體一樣 逐漸的往下降 先來看看今天晚上了 晚上的低溫在17度 在北部地區有點微弱的東北風 在明天的早上的時候 開始增強 所以在週五跟週六的晚上 低溫的部分略降在16度 但是華南雲帶 也因為冬移的影響 所以濕濕冷冷的感覺 從北到南都有降雨的狀況 提醒您 這穿著方面 尤其是夜晚騎車要注意了 禮拜天東北風的強度 略微的減弱 華南雲帶的水氣量也減少 可是下個禮拜一開始 封面再通過 東北季風的增強 夜晚的低溫的部分14度 到了週二 低溫的部分 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低溫掉到11度 可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週三 週四 週五 這三天來說 受到寒流的影響 這溫度的形態來說 甚至會下探10度以下的低溫 北部海岸線的低溫 甚至有機會在8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您 下週二 寒流就要來報到了 最冷時刻 週三 週四跟週五 到了禮拜六 冷空氣減弱 下個禮拜六的低溫的部分 才會略微的上升 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注意到 在大陸這邊 大片的水氣帶 正在逐漸的由西往東的方向移動 在今天傍晚以後 開始有些華南的雲帶進來 相對的降雨的狀況 在沿海部分開始增多 明天華南雲帶影響 雲層多都有雨 溫度也略微下降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16度 白天的高溫上不去 因為雲層量多都有降雨的現象 高山的部分 容易會有濃霧的現象出現 外島地區 馬祖的低溫在16度 金門在10 馬祖在12度 金門在16度 小滴玲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 山區有局部性的濃霧 行車方面要留意 還有天氣濕冷 騎車的朋友保暖工作不能少